两部摩托车在球形铁笼中高速穿梭 没想到下一秒其中一部失控坠落 瞬间窜出火蛇 吓得现场观众惊声尖叫 29号发生意外的是大陆山西近中的乌金山狂欢谷景区 意外发生后旁边工作人员七手八脚 拿着灭火器扑灭火势 同时打开铁笼救出受伤的表演者 长达30秒过程中 另一名表演者也无处可逃 只要不断地持续绕圈 以免速度一慢就会摔下来 幸运的是根据大陆媒体报道 发生意外的表演者伤势并不严重 问题是就在前一天 同一个景区才发生过另一起摩托车特技意外 本来是三部摩托车像摩天轮一样高空表演 结果其中一部在接近地面的时候突然摔了出来 马戏团接连两天发生表演意外 引发大陆舆论关注 不过当当地媒体致电询问的时候 这家马戏团员工的反应是挂掉电话 没有对外做出说明 TV新闻林龙氏庄志伟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